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各方关注的中国大陆双十一购物节即将到来 中国大陆电子商务蓬勃发展 消费市场有何发展趋势 而台商要进入中国大陆市场营销 该具备哪些思维 中国大陆O2O蓬勃发展 在虚实通路上又该如何布局呢 消费一提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商业发展研究院 行销与消费行为研究所林文廷研究员 我们分析说明 研究员你好 你好 研究员我们台湾厂商想要进入中国大陆的市场 初期通常会有哪些方式来试水温 还有收集相关的市场资讯呢 就目前访问过的许多台湾厂商 其实初期进到中国大陆市场 主要会采取三种方式 一是去利用展会 包含像是工协会啊 贸易局啊 或是厂商来自行参加展会 比较会是一个集体的形式 那从展会里面 其实我们业者会得到当地的一些回馈讯息 但是比较需要注意的是 因为这种集体展售的方式 是比较容易受到整体的影响 比如说这个展很热闹很大 那带动的市场反应就会相对比较乐观 但是说在未来 其实产业在开店的时候 可能就不会像展会有这样子的号召 那当然旁边摆的店家不一样 实际的到时候市场销售其实就会有一些落差 那另外其实就是比较直接 我们就是上线上的平台去销售 这是一个方法 那因为其实台湾厂商初步进到市场的时候 我们的品牌我们的产品对消费者来说是会比较陌生 比较没有知名度 所以说如果像业者自己在当地没有进行一些行销活动的话 我们线上平台的销售就会比较被动 比较没有办法接触到那么多的消费者资讯 就会比较有限这样子 那所以其实进一步 比较多的厂商就会运用当地的市场 去找合适的合作的代理商 那因为其实代理商他长期就在这个市场 那他对当地市场熟悉 那透过代理商其实也可以帮你从当地去 比如说用一个小型的柜位 或是上架一部分的产品来做测试市场的反应 去试水温 然后来收集市场的资料 这样子的方式比较能够去贴近去测试市场的反应 做到说现在的销售跟未来的销售 跟实际消费者的状况会比较贴近 不管透过刚刚研究人帮我讲哪一种方式 那台湾厂商在决定进入大陆市场后呢 您觉得他们在经营和行销上 应该具备哪些的思维呢 因为餐展是比较一次性one shot 所以或许我们会说 我其实有展售啊 或是我其实有设短期的柜位 但是消费者可能会因为你产品 好像蛮新奇的蛮特别的 所以我常先试试看 但长久而言对其实厂商来说 比较不可能是一直就是到处展售 或是到处的去设零食的规格 这样对我们厂商来说也是比较辛苦一点 所以跳点的经营是比较不容易去累积品牌的知名度 然后加上其实中国大陆市场是很大 各地消费者他的偏好其实也是有一些差异 像我们之前帮台湾业者做测试他的护手双产品 光三款不一样的味道 北京、广州、苏州 消费者喜欢的味道都不太一样 那像我们业者如果说 没有长期固定去针对一个区域去做了解 或是事先去做深度的调查 是比较不容易去针对消费者的偏好 来调整产品跟行销的方式 所以说其实在进入市场之后 会建议厂商的思维呢 其实应该是要转到以一个 长久经营一个内需市场 这样子的一个目标来进行 像我们平常在台湾的内需市场的时候 消费者会反映的问题 会做产品调整 我们去调整 在中国大陆当地消费者有反映意见的时候 其实也一样 我们应该要做评估调整 而不是说一样的产品就卖到各地都是同用这样 那再来就是在行销方面 其实台湾的品牌 在中国大陆市场打知名度是蛮辛苦的 那做品牌当然就是要 必须要有长期投资的打算 那其实初期对厂商来说 其实是可以先把 过去我们在台湾 已经执行过的一些成功经验 带到大陆市场那边跟代理商去讨论 然后来做调整 比较适合的方式进行试行 另一方面就会关系到说 其实中国大陆的消费趋势 因为现在线上不管是社交活动 或者是网络购物都蛮盛行的 所以在行销销售上面 其实是可以借力实力 透过线上的管道来进行曝光行销 然后再从中去了解更适合的模式 来进行调整改进 严远你谈到这个线上消费行为的发展趋势 对他们整体消费市场 大陆民众在消费的一些方向跟发展上 有没有我们需要观察的一些地方呢 其实中国大陆有蛮多的特别的消费趋势 所以他们会更重视在产品的品质 安全性的保证上面 都会是去比较注重的 那其实产品一多 东西品牌一多 其实他们就没有办法这么容易去判断 那这时候其实消费者很大一部分判断就会从知名人士的推荐 跟产品是made in 哪里啊 这样子一个来源地产地的一个部分来体现 所以说像是哪个明星用过啊 哪个名人推荐的产品 其实中国大陆消费者就蛮买单的 那有一律的产品像奶粉啊 其实日本制德国制欧美进口 大家喜欢买的现象就也比较多 另外一个消费其实趋势就是刚刚有提到 在线上消费的部分 其实是中国大陆市场线上消费非常的蓬勃发展 其实是一个跨区域跨城市的一个现象 不是说只集中在就是大城市里面消费者 人家说一手养牛羊 一手滑手机这样的现象在 就是中国大陆市场是已经是蛮普及的一个现象 那其实中国大陆网路购物的消费者 其实就有大概4亿人 光就是线上的零售通路的营收 其实也有到一兆人民币那么多 那消费者大概每个月就会花2.5个小时在online shopping 而且其实一年下来 大概平均都会收到7个包裹 两个月之内就会收到一次包裹 其实就可以发现说 这些就是线上消费是一直很蓬勃的在发展 那其实现在也是进一步的发展到了就是行动装置的线上购物上 那另外还有就是线上的一些社群活动也更加的普及 然后各个品牌在线上也会去进行社群的行销经营 这个部分也变得更为重要 在线上消费上是蓬勃的发展 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这个O2O发展 也是非常的蓬勃 还有这个行动购物也是快速发展 那我们台商在通路上包括虚实通路应该怎么样来布局呢 的确我们台商其实在长期的通路全面性的发展上面 线上线下通路整合来互导消费者 还有说线上支付的一些资源都是长久以来厂商一定是要走的路 但是这边其实要另外提到一件事就是说 根据我们这边的调查就中国大陆的网购市场消费产品类别来说 有三成是在衣服鞋子这方面 有三成是在电子的产品啊 加电这部分 光这三类产品其实就占了就是线上销售的超过60% 所以说在线上销售的产品类型上面 有一些产品当然是会比较容易推动 反过来说你可以说其他产品有线上消费的缺口 但是其实也会表示说我们台湾业者 如果不是前面提到这些衣服鞋子啊 电子产品家电产品这些主流的线上销售产品 一开始走电商推动 其实是会比较相对辛苦一点的 所以就虚实通路的布局来说 如果厂商一开始就想要做到线上线下都做 其实会比较建议是有点像是封测的概念 就是从锁定一个比较小的区域来进行着手 去销售 去贩售 去行销 去测试 然后等我们的模式经营稳定之后 品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之后 再来拓展到其他的地区 如果说一开始我们的资源比较不充足 那又不是说是属于这种线上比较主流的产品 就应该是相对以实体店的开设做第一步 再来慢慢去经营线上社群行销 做好线上的支付的一些基础建设搭配 然后最后再来整体的经营线上的销售管道 来达到整体的就是线上线下的趋势成和布局 是 研究员刚刚也听到这个中国大陆地方相当大 各地的消费的情况也是不太一样 还有消费的趋势 那在这个一二三线城市 如果我们台湾厂商要布局的话 这方面又该怎么样来规划呢 其实现在就是随着中国大陆 其实内陆城市的经济力有一些提升 那其实二三线的当地的消费者 特别是比较中高端的这些消费者 其实消费力已经是已经在跟一线城市拉近了 所以说就以实体通路而言 一线城市除了说会有国际品牌上竞争这样子的 我们其实台湾厂商提到的问题 其实我们遇到的很多厂商提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在租金的部分 租金其实吃掉了很大的营收 那所以像厂商可能品牌在大城市里面 漂漂亮亮的在重点城市开了据点 可是其实回过来看营收反而是没有增加营收的 那另一方面其实反而可以看到二三线城市 它可能其实消费力有相当的消费力的消费者 而且加上其实当地的租金人力的成本 反而是相对比较低的 所以其实反过来到最后 其实取得的利润反而会比较好 所以其实是像这样子的状况 我们会建议台湾的厂商 把一线城市做成是 你在重点布局你的品牌 在建立在打知名度这部分为主 重值不重量 所以说在一线城市主要是设立少数的旗舰店就好了 重点布局来销售 那另外销售的部分就主要会去透过 就是区域的经销据点 还有线上的销售 把我们的销售版图 主要锁定到二三线的城市 由这个二三线的城市来稳定经营 然后等累积了足够的能量之后 再回过头来 从乡村包围城市这样回过来 推进到一线城市 完成整个市场的布局 是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访问到商业发展研究院行销与消费行为研究所研究员林文廷研究员 为我们说明台商要进入中国大陆市场营销该具备哪些思维 在布局上有哪些的考量跟应该思考的方向 我们做详细的分析说明 非常谢谢研究员接受访问 谢谢您 谢谢 谢谢